在今天白天 依然是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使得全台灣的溫度都偏高 台北市的溫度 依然在37度以上 不過今天有一點不同 午後真雨在山區的部分 開始增多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了 在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第一個階段 禮拜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這三天來說 最主要是上午天氣晴朗 下午的時候 午後真雨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會比較偏多 所以要提醒大家 這明天開始 Sappajo要增加了 如果有些朋友開始放假 下午在西邊 細水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的注意 而到了下個禮拜一 一直到下週四來說 天氣形態來說 因為水氣變多了 悶熱的感覺更為明顯 下午的Sappajo量來說 在整個台灣上空 都會比較偏多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 天氣晴朗 但中午以後 從北部的山區 到了岸頭山區 嘉義山區 都有些零星的我後真雨 在明天的時候 隨著高壓勢力的減弱 Sappajo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將要逐漸增加 小滴您提醒你兩件事情 一個防曬不可少 下午外出記得帶雨去